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老师从业中医难科三十余年 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通过中药条理 重回男性雄风 如果你也存在 房市时间短 薄紧无力 硬度差 中途疲软 肾趋 前列腺炎等问题 现在就加中医老师微信 574 993 200 纯中药 一人一方 治根治本 帮助你持续坚挺20至40分钟 骨身壮阳 延续祝国 彻底告别 快男软男 记住微信 574 993 200 将对手KO出局 同年4月 卢奔的西法再度全面发威 强势击败我国西法高手王赫松 捍卫了派拳 战利最强格斗机的荣誉 而在75公斤级资格赛上 卢奔的袭击再次成为了他制胜的法宝 TKO击跑伊利亚斯 让他顺利紧18强 至此 奔运决擂台上与之交过手的拳手 全部倒在了他腾空地席之下 而且 所有中国拳手无一信念 但是 今天这场四分之一决赛 要与路奔一较高下的 依然是为中国拳手张扬 作为昆仑爵新秀赛场上最闪亮的一颗星 他在位排上的表现 有着超越其年龄的成熟和稳定 自己去努力 自己去吃得苦 才知道自己要了多少东西 如果对方比我很厉害 我不能恐惧他的一点意思 知道他比我厉害 我知道我打不过他 我还要面对去攻击他 究竟今天的内台属于谁 我们拭目已在吧 现在首先出场的是蓝芳来自泰国的鲁奔 148胜 40负 8平 昆仑爵战绩 3战3胜 年龄26岁 身高1米79 排斗伦皮尼争霸赛 75公斤级胜格 并不是伦皮尼的冠军 现在出场的是张阳来自中国的22岁年轻战将 六胜一负 一次KO 在昆仑爵的成绩是三战全胜 身高180公分 体重75公斤级 好 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资料对比 蓝芳鲁奔年龄26岁 张阳22岁 体重同样是75公斤 鲁奔身高1米79 张阳身高1米80 红芳是中国的年轻小伙子张阳 对 鲁奔其实一直在国内训练和执教啊 他主在是贵阳伯克斯俱乐部 张阳是代表北京东方荣誉俱乐部 两位反驾选手 亚伟老师我看到这个鲁奔的成绩是伦皮尼拳王争霸赛 75公斤级的胜者 这个的具体应该是怎么讲呢 因为我们知道伦皮尼体育馆里边有很多的 如果能拿到伦皮尼全场的冠军的话 他的含金量是非常高的 对 那他这种我们拿到他的资料 说是泰拳争霸赛 75公斤的胜者 应该是我们应该怎么解读这个成绩呢 因为这样伦皮尼在泰国他的知名度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刚才我在介绍鲁奔的出场资料的时候 特意还做了一个说明 他并不是伦皮尼的冠军 这个是接腿之后啊 也是重心本身就有一个往后仰 我来继续介绍这个 因为在伦皮尼全场里面 他每个级别只有一个冠军 但是伦皮尼他作为一个全场 每周都会有比赛 然后每个级别也都会有一些 就是用我们的中国语言翻译出来 就是争霸赛 其实就是超级 他这个图然是个技巧 很明显的技巧 张阳在荷兰教练的带领下赢作为集训 已经一个半月了 看来很有成效啊 张阳当中的动作非常漂亮 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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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准的 这一拳 张阳这一拳 这一拳快狠 我们从过上一场 鲁奔是用过很犀利的击法 然后赢到大家对手来进行八强 但是这场比赛一局都没到 他的优势一点都没有发振出来 没想到你张阳的速度这么快 这时候亚伟还在介绍 轮毙的拳场 毕子的拳场赛事的时候 结果鲁奔已经倒地了 是的 这是一个很重的拳法 是后手拳 因为张阳当中开始反架 我们唱比赛 结果裁判裁定 红防选手第一回合 一分三十秒 K都获胜 英雄这样遗憾离场 的确让人唏嘘不已啊 而张阳呢 第一局就KO对手 可以说是让他信心猛增 而且 因为之后的比赛 节约了很多的体力 这次比赛比之前 心情放松很多 对 也没那么紧张 比赛这次比赛没那么紧张 因为我给鲁奔打 我自己平时在下训练的时候 我也想过 我自己脑也想过 我只给他打 必须要尽快速度解决他 不然他的洗法太厉害了 这场比赛 卢奔输了 我们甚至来不及欣赏 他独有的飞席绝技 比赛就结束了 不过全赛的残酷和有趣 也正在于此 一眨眼 一个loser 一个winner 冠军之路 就此不同